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心情宁静平和 有着三十年的教龄 应来送往好几十届毕业生 几千个日日夜夜 执着守望这所学校 一所将近五十位校友老师的学校 与自己以往的学生一起共识 教会着大家的共识与情感 从打开这本计划本开始 一天的工作开始 周而复始 开启电脑就开启了他与他们 以心感动心 以人感化人的美好相遇 每个人都看到他早上很早就来学校 然后彷徨很迟才回家 包括星期六 甚至有时候星期天他也会在学校的 这个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事情 其实这个是付出的 是需要一个代价的 教育的大方向是通过老师的心灵去造就学生 同时 教师团队也会潜移木化地受到影响 教师团队从备课 教材 不断学习新颖教学法 通过言传身教 让大家具有时代的触感 教师团队和学生感受到新知识的魅力 他能够看到我们所看不到的东西 当初是因为工业4.0的来临 因为他想到将来的社会都会被颠覆 所以就希望学生能够多学习一点 能够以世界接规 只要任何事情对学校或对学生有益处的话 他都会尽量地去完成 马来西亚并没有在教育这一方面跟得上这个步伐的时候 他其实已经在八华中学拨下了这个种子 很有责任性的老师 他每次会在丛旁指导我们 他不会直接告诉我们要往什么方向走 但是他会引导我们去走向正确的方向 让我们可以自己自由发展 但是又不会偏离目标 那一个时候 老师让我们用校园内的花草树木 拼凑成一幅画 然后再用文字去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意境 我才发觉原来语言是可以结合美学 培养起了对美学的触感 一致陪伴我至今 看见教育在教师团队和学生身上发挥影响力的过程 是令人着迷 令人鼓舞 但李校长始终觉得他的成就就是拥有这组教师团队 大家互相影响 保持亦师亦友的关系 仍在教育路上持续努力 奋斗中 其实我自己都不太觉得说我已经走了三十年 但是想一想应该是说能够让自己再往前 继续在这一条路继续往前走 是因为看到学生的改变 也看到周遭的人在改变 反正在工作上面有得到乐趣 我觉得应该还可以继续走下去 我不认为我能够给这学校带来什么改变 说真的 我充其量也只能说就是给老师或同学们一些点子 所以我非常感谢学校的团队 就是老师们带着学生去改变 学校能够走到今天跟我没有关系 是跟团队有关 在2004年以前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就是整个教育趋势 它谈的就是终身教育 就是终身学习 我非常感谢当时董事会很肯定 这一个愿景 所以我就想说不只是学生 其实教职员生 包括工人都需要不断地去学习 你才能面对未来 现在不是未来 就是要面对每一天 因此这个就变成我们的一个愿景 以前是学生 曾经是社团学生 现在身份转变 与校长的相处 没有多大的变化 唯有再增添了一份同理 了解校长的不义 靠着师生情谊 为着任务的执行 大家一起为教育而拼搏 好 处理行程 报名的话 拜拜 2019年 李校长在本校推动跨学科教学 很多人都对跨学科这个名词感到陌生 但我们都知道 它绝对会是未来的教育趋势 因此我会说 李校长是一个有胆势 有远见的教育工作 然后在加入建设之后 从校长身上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 我也记得他曾经说过 我们要不断地思考 便是最简单的事情 也要想办法 能不能有更快 或者更好的方法能够解决它 那这样的做事原则 直到今天我都还记得 我觉得我们可以成为建设的一份子 真的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 因为我们可以和校长 有最近距离的接触 或许我们还有保持着 作为建议人的精神 所以只要校长说要干什么 我们就陪着他一起干就对了 校长一直都很关注图书馆 即使到中国进求时 他也会抽空图书馆去选购书局 校长给图书馆一个重要的使命 就是回归与服务社会大众 因此我们在2009年开始 开放让社会人士加入图书馆会员 希望能带动阅读气氛 同时我们每个月也举办 不同的主题教育讲座 学校氛围的改变 用使命的力量 创新的尝试 让共同生根的教育 焕发出不一样的色彩 学校有你真好 我们有你真好 谢谢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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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爱玲校长 谢谢您 谢谢校长 谢谢校长 我要很感谢董总给教育工作者的肯定 然后不管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 真的非常感谢 因为毕竟走在这一条路 很多人需要这一份肯定 时间留下的痕迹 开始了一个又一个不同的故事 教育是陪伴生命成长的过程 培育了不少国家栋梁 八中学子在社会各个领域绽放光芒 无数的师生缘 一生的师生情 仍在延续 谢谢同学 谢谢校友 其实我们一起学习吧 我们一起学习吧